歡迎收看 宅男的世界 我是阿彩 我是凱凱 連假結束的第一天 好酷酷喔 連假妳在幹嘛 連假我就是 花了一些時間在追劇 我之前通靈少女 有點掏假步 看了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瑤瑤最近不見了 對 就發現了 結束之後 她好像就很早看到她了 來看看她的現身說法好了 我們歡迎郭樹堯 郭樹堯抽空回台灣參加代演活動 這也是她拍了通靈少女之後 第一次公開露面 等著六集的電視劇 創下電視台開台以來 戲劇最高收視紀錄 隨著通靈少女 在亞洲其他23個地區播放 讓郭樹堯再度嘗到爆紅滋味 不過她本人卻不這麼認為 因為其實都在內地的時間居多 對啊 所以對這個 還沒有太大的感覺 但是謠言也開始傳得滿天飛 一度傳出郭樹堯原本 不想要接演通靈少女 不是真的 如果我聚演的話 我就不會去試鏡了 我是試鏡飛選中的 對啊 我是真的有花心思去 爭取這個角色 對啊 所以跟大家講 我不知道是從哪裡出現的傳聞 至於郭樹堯在片場擺臭臉 一度讓不少演員 對她的第一印象都不太好 瑤瑤的回應卻很瀟灑 大家就知道我比較慢熱了嘛 拖她們兩個的福 讓大家知道我比較慢熱 大家以後看到我臭臉 應該就不會覺得我怎麼樣 郭樹堯自從拍完通靈少女後 就跳槽到陳雲傘的經紀公司 成為她旗下的藝人 也逐漸往返兩岸 忙著拍大陸古裝戲 雖然不是女主角 但是能藉此經營大陸市場 讓郭樹堯從電影咖 晉升成電視劇女王 請以為是 我蔡總統楊青台北報導 所以瑤瑤沒有不見 她就到了大陸去拍戲了 真的 她是非常有實力的 是的